恭喜阿迪江他的大王牌球员终于登场了 260万拿下了新疆队的顶级大中锋 辽宁队跟广东队如今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新疆队阿迪江要迎来重磅崛起了 到底能否做到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顶赞流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现在的四杯战队当中 要说谁最具备争夺冠军的实力 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广东队跟辽宁队 然而直到如今 本个赛季烧了周旗大魔王的新疆队 很多人都不太看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疆队的阿迪江就做出了一个重磅调整 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接下来用260万美金 签下了亚当斯这名核心的大中锋 亚当斯完全称得上是NVP级别的大中锋 大内线选手的 具备亚当斯的新疆队跟没有亚当斯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了亚当斯呢 那么整个新疆队呢 其实在球场上的一个内线 以及得分防守能力都会再度上升两个等级的 哪怕说没有了周旗大魔王 但是呢 对于新疆队来说 亚当斯他所起到的作用 王旋跟周旗是可以拉平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新疆队啊 在大家普遍不太看好的情况下 如今呢 迎来了重磅的大外援 很可能将会迎来重磅崛起的 毕竟呢 外援配起了 那么接下来呢 新疆队的阿迪江 还包括了很多名主地的球员 包括了麒麟 包括了阿布都 以及呢 包括了接下来 我们所了解到的 也就是签约下来的亚当斯 那么可以说呢 总体的实力将会再度提升上去的 新疆队在新赛季当中 哪怕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也就是啊 放走了周旗 去到其他的澳洲战队打比赛了 但是 对新疆队来说呢 本个赛季 依旧是具备争夺冠军的希望的 谁说现在的阿迪江 他带领着球队 就很难够方生 很难够迎来绝情了 这完全呢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阶段而已 每一支战队呢 你不可能说一直处在一个巅峰的 那你肯定会遇到挫折嘛 肯定会有波动 有所上失 也有所下滑嘛 那么如今来看呢 阿迪江怎么说 都是过去的比赛当中 能够带领着新疆队 冲进季后赛 乃至呢 能够冲进四强 冲击斯北总冠军的这个实力的 那么如今来看 阿迪江呢 依旧是宝刀位了 依旧是具备很大的能力 毕竟随着外援能够成功的签约下来 那么在本土的球员呢 再度做出一些引进 相信啊 新赛季当中 新疆队第二个阶段斯北的比赛呢 能够重磅的发挥出来 而不至于呢 少了周期大魔王 就完全打不动这种状态了 新疆队呢 现在来看 那真的是找到了突破口 那么另外对于广东队 辽宁队来说 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毕竟呢 广东队本个赛季 哪怕说呢 威姆斯已经达成了签约 重磅归来 哪怕说本土的球员 同样很出色 又基本上呢 一棒的选手 是囊狼的国手级别球员的 辽宁队呢 同样的道理 有了一棒的选手 韩德军 辽宁队的张正林 以及呢 乖伦 赵继伟等人 都是囊狼的主力选手的 辽宁跟广东呢 很明显是很强大的 两支战队 而冠军的奖杯 就只能说 属于这两支战队吗 那还真的说不定的 毕竟现在的阿里江呢 也是下定了决心 只要说能够在 引进外援层面呢 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那么现在得到了亚当斯 接下来呢 再去拿到 很优秀的本土球员 新疆队新赛季当中 依旧是具备 重新方旁的能力 依旧呢 能够重新崛起的 那么大家对于 新疆队阿里江呢 迎来了大王牌的大外援 有没有机会 新赛季当中 重新方旁 冲进季后赛的 四强乃至争夺冠军啊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有话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见